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头说起 还记得是在2013年6月的时候吧 江苏省宜兴市的一家生产电缆的企业报警说 他们被一个年轻人给骗了 很年轻 海贵 他在菲律宾留学的 据徐先生说呢 对方姓周 是宜兴本地人 在江苏大峰市的一家公司 跟他们签订了一份180多万的合同 可是谁知道他们的货全都发出去了 周某的这个钱呢却没有打过来 等他们找过去一看呢 不得了 这周某竟然消失不见了 听到这儿呢 警察也觉得事情不简单 于是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结果这一查呢就发现这事难办了 周某竟然逃到国外去了 那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同时警察调查发现 受害的不仅仅只有一家公司 在2013年上半年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 周某一伙人就从五家电缆企业 骗走了价值960多万元的电缆产品 而且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周某逃走之后啊 这么大一批货 竟然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听到这儿呢 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了 说周某应该已经把货全卖了吧 这个大家就有所不知了 案发那个时候呢 电缆行业并不景气 当地的这个电缆企业都在为销售发愁呢 所以说啊 想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头 就把近千万的货全都卖出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 如果周某真有那个销售能力 他又何必要逃走呢 可如果周某没有把货卖出去 这批货又在哪呢 他用哪来的钱逃往菲律宾呢 这里头可就大有文章了 真相绝对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当时呢 警察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们决定先对周某实施刑拘 上网追逃 并且对他的这个护照进行监控 这样的话呢 他就哪也去不了了 也不能回国了 说不定他也会因此而投案自首 毕竟的周某的父母 妻子 儿子都在移兴 这么多牵挂 周某迟早是会想回来的 可是没想到呢 警方一调查呀 不得了 周某竟然干了一件让警察和周见人都大感意外的事情 到了菲律宾 立马就又找了一个老婆 而且在菲律宾也是有了住宿 有了房子 有了车子 又娶了一个老婆 他是肯定是不想回来的 看来周某在国外的这个日子过得甚是潇洒 也就是说等他投案自首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那怎么办呢 江苏无锡警方的意识也无计可施 直到2014年7月22号 转机终于来了 这天呢 公安部部署的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一项基辅赛逃的境外经济犯罪人员的专项行动 叫猎狐行动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呢 很快就启动了相关工作 而涉嫌合同诈骗的周某就成了他们这次猎狐行动重点抓捕的对象之一 可是话说回来了 老问题还在 周某人在菲律宾该怎么抓呢 事实上呢 江苏无锡警方内部呢 对此也是忧心忡忡 也就是说想要在海外进行抓捕 其中的困难比大家想象中的大很多 不过不管怎样 为了抓捕周某等人 江苏无锡警方还是成立了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海外行动组 在这个行动组里头 不仅有经侦网安等部门的警察 他们还特急招了一位出入境部门的女警花王蕊 听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会好奇了 一场有针对性的抓捕行动 为何要召集一位出入境部门的女民警呢 这个大家就有所不知了 事实上出出茅庐的王蕊呢 在这次行动当中肩负着一项非常重要 也十分惊心动魄的任务 什么呢 我们先往下说 经过充分的掀起准备 警察们查到了周某在菲律宾的住址 于是2014年11月30号 江苏手无锡市公安局猎狐行动海外行动组 立刻展开了行动 一路颠簸就到达了菲律宾的首都 马基拉 在落地之后的第二天 警察们呢就立刻开始了侦查行动 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也即将开始 他本人住的这个小区在菲律宾当地来说是比较高档的一个住宅小区 里面都是别墅 不动别墅这个样子 看到这呢可能有人会说了 既然找到了周某的住所呢就赶快行动 别急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通过侦查呢警察们发现周某所在的这个小区非常特别 不能轻举妄动 这个小区总共占地面积很大 一共有六个出入口 每个出入口呢大概都有三四名保安 而且保安都是十枪核弹 一般没有业主允许 这个我们也很难进去 在菲律宾呢只要符合相关规定 是可以合法持枪的 所以说呢如果民警们贸然冲进去 先还不说能不能找到周某 万一这些不明真相的保安和业主 以为他们受到攻击 那情况可就真的危险了 所以抓捕行动 还要同常计议 那要怎么办呢 还要很快 负责这次猎狐行动的大队长王峰呢 想到了一个办法 事实上这也恰恰就是 他们把出入境部门的女警花王蕊找来的原因 什么办法呢 大家来看一下王蕊的这个样子 再看看另外一名经侦部门的警察谢贤 这俩人是不是男才女貌 很有夫妻相啊 没错 大队长王峰呢 就是想让他们俩假扮夫妻 进入小区内部进行侦查 而且呢王蕊的这个英语特别流利 非常有利于行动 于是很快 王蕊和谢贤呢 就以租房子的名义 联系上了小区里的一名业主 约好时间之后 他们就顺利的进入了小区 跟这个房东就是聊完天以后 就可以在四周走走看 就可以借机看一下这个周某的房子 这样子 这个别墅院里边 发现了一辆白色的开门轿车 我们记下了车牌以后 和这个当地的部门联系 经过查询 发现这个车主登记的就是这个周某 周某果然就在小区里边 可是这个小区很大 光出入口就有六个 而且每个出入口都有核枪实弹的保安 而江苏无锡警方海外行动组呢 却只有八个人 想要冲到小区里头抓人的 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怎么办呢 这事呢 说来也巧了 就在警察们一时想不出办法的时候 他们通过技术侦查发现 周某竟然在网上发布了一则 房屋出租的信息 警察们认为 引蛇出动的机会来了 根据周某在房屋出租信息里 留下的QQ号码 他们很快就跟周某在网上建立了联系 周某主动留下了电话号码 这可是个重大收获 大队长王峰决定 再次让民警谢贤和王蕊这对夫妻出马 他先安排警察王蕊 以租房子名义 给周某打了个电话 试着约他出来见面 其实对他这个名字 就是心里面已经非常熟了 我就是打电话的期间 一直生怕就是自己一不小心脱口而出 就喊了他的名字 就毁了这个计划 然后所以打电话的时候 还是很紧张的 在电话里呢 周某并没有怀疑王蕊的身份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见面看房子的事情 于是在和菲律宾警察局和移民局沟通之后 12月11号晚上 警察王蕊就用手机给周某发出了短信 提出了想在第二天见面去看房子 可是短信发出去了 这周某却一直没有回音 难道周某起了疑心吗 焦虑的等待了一个晚上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王蕊开始决定 拨打周某的电话 上午10点左右的样子 然后又跟他打了电话 然后电话里面 他应该是在还在睡梦中 然后我就跟他就是客气了几句 然后意思是说 就是想能不能下午跟他见面 然后他同意了 当时王蕊和周某呢 约定在小区门口的一家咖啡厅见面 见面时间是两点钟 发现电话之后 警察们不敢怠慢 立刻就开始读书抓捕计划 与同时 王蕊和英文 与菲律宾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沟通 在约定好的咖啡厅里 警察们和菲律宾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全部化妆成了顾客 埋伏在周围 而警察谢钱和警察王蕊 则继续假扮夫妻 大家都紧张的等待着周某的到来 一场紧张刺激的抓捕大戏 也即将开始 我们在玻璃里面坐着 然后我的身后坐着 就是移民局的官员 对 然后我们外面一圈 还有我们就是行动组的其他成员 在人来人往的咖啡厅里 海外行动堵的八个人呢 全部出动 潜藏在出路 走到各个位置 就等着来个 用途出别了 可是周某到底会不会来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很快 约定好的时间就到了 可是周某却没有出现 难道是堵车了 又等了十分钟 周某一秒没有出现 接着再等 半个小时过去了 周某还是没有出现 难道他已经听到了什么 风吹草动跑路了 在高度紧张中 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对他们开始有些灰心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终于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咖啡厅的门口 实际上这个我们工作中 每一位同志 都有这个周某的照片 已经滚瓜烂熟了 他的那张脸 已经深深地印在 我们每一个民进的大脑里 终于来了 所有人的心里头都激动起来 可是呢与此同时 大家心里头也更加紧张了 周某为什么会迟到了 这么久啊 他有没有起疑心呢 最重要的是 菲律宾是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的国家 周某会不会随身携带了枪呢 在紧张和担心当中 警察谢前和王蕊 强作镇定地跟周某握了手 而此时外面突然下了大雨 警察王蕊急动生智 顺势让周某就先坐下来聊天 晚点再看房子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 问他就是说 你那个手机里面 有没有你想要住的房子 那种类似的照片啊 什么视频啊 我们先看看 这个以这种理由 把他手机先供测起来 我们防止他 通知他的通口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通过谢前 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 我就给坐在我身后的移民局的人 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告诉他们 这个人就确认是我们要抓的人 收到王蕊的确认信息之后 一只坐在他们身后的 菲律宾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立刻走上前去 一左一右 坐在了周某的两侧 就是跟他用英语交流 就是告诉他 他们是移民局的人 然后要求他配合工作 然后这个时候 周振杰表现得很无辜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看了看 我跟谢前两个人 在周某的惊讶中 大队长王峰 和其他警察的也全都包围了上去 并且把周某带到咖啡厅的门口 看得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了 周某还没有缓过劲来 毕竟他潜到菲律宾 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他也许想到过被抓的事情 但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中国警方竟然真的 回到菲律宾来抓他 这或许也是很多 潜逃在外的不法分子的心理 而这恰恰也是 猎狐行动的意义之所在 绝不给任何 对分子逍遥法外的机会 后来呢 警察在周某的住所 又抓获了他的 其他三名同伙 随后 他们全部被带往 菲律宾移民局 办了遣返手续 2014年12月23号 周某一伙终于被 无锡警方 击补回国了 接着很快 周某的人呢 就以涉嫌合同诈骗罪 被提起了工作 看到这呢 真是大快人心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 没有搞清楚 首先一个 周某年纪轻轻 受过高等教育 还在海外留过学 自己呢 还开了公司 按说呢 应该是前途无量 他怎么会走上了 合同诈骗 这条歪门鞋道呢 还有最让人疑惑的就是 被他骗走的 那价值900多万的店了 到哪去了呢 没想到周某很快就交代了 他说那些货呀 全被他卖掉了 全卖了 这么说的话 就更奇怪了 既然周某的销售能力 这么强 上千万的货 他都能卖出去 他到底为什么要逃呢 这背后是不是 有什么隐情呢 当周某说出真相的那一刻 所有的人都惊讶的 目瞪口呆 刚才我们说到 涉嫌合同诈骗 960多万的周某 逃往了菲律宾 后来呢 公安部开展了一项 吉普再逃境外 经济犯罪人员的 猎狐行动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江苏无锡警方呢 成立了一个 八个人的海外行动组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2014年12月23号 周某一伙呢 终于被吉普回国了 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周某在海外留过学 受过高等教育 自己也开了公司 他为什么就走上了 核同诈骗的犯罪道路呢 来说起儿子呢 周某的父亲是一阵叹息 他说自己早就预感到了 今天这场悲剧 怎么回事呢 周某父亲说呢 他们家是农民家庭 周某是他的独子 后来呢 他做了一些小工程 家里的条件 才慢慢的好起来 这家里条件好了 周某就把更多的注意力 更多的希望 放在了儿子身上 他努力的为儿子 谋划未来 儿子学习不好 他就送他去那个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儿子考大学无望 他就脱关系 把儿子送到菲律宾 读本科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为了帮儿子镀金 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 周某的父母连肉都不敢吃 而且这还不算完 后来呢 在菲律宾 读了四年工商管理课程之后 周某呢 就毕业回国了 周某的父亲又托人 帮他找了一份 在电缆企业 做业务员的工作 在他看来 从此之后 儿子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生活了 可是周某自己呢 却对此很不满足 业务员的工作没干多久 他就辞职了 然后迅速和朋友 就开了一家网游公司 周某觉得 人生的目标 应该要远大一点 可是对于儿子的这个做法 周某的父亲 却非常的不理解 甚至还有些气愤 在父亲看来 儿子太有野心了 他更希望儿子 过安稳的生活 于是2008年 他强行给儿子安排了相亲 没过多久 周某就和当地的 一个年轻女公务员结了婚 而且呢 很快就有了孩子 可是妻子和孩子呢 还是没有收入周某的心 结婚仅仅一年多 周某就抛下 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 再次离开了家 因为后来是因为一些生活 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跟公司的一些事情 然后经常争吵 然后导致从后来 就是说感情 就是说破裂了 从09年年底 差不多就很少在一起了 因为长期与妻子分居 周某对这个家呢 根本就没什么感情 而与此同时 他心里想要赚钱发财的想法 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2013年1月 快30岁的周某 觉得自己必须放手一搏了 于是很快 他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学 合伙在江苏省的大方市 注册了一家 有色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发现最艰难的问题来了 我是想做这个企业 但是没有那么多资金 我家里面也不可能 有那么多资金来提供给我帮助 那么前期的启动资金 没有什么启动资金 那贷款也很难贷 像我也贷不到款 因为我明明下也没有什么实业 对不对了 没钱也没技术 怎么开公司呢 按理说这个时候 周某可以选择积极找投资 或者清醒一些 先从底层干起积累资金 可是求贤心切的周某 却想到了一个歪主意 因为在电缆企业待过 所以他知道有这么一个行业规则 购买电缆的只需要支付少量的定金 就可以让对方先把货发过来 而且支付尾管的期限呢 可以拖很长 可是拿到了货又怎么样呢 货卖不出去不还是亏吗 鬼迷心肖的周某 他偏偏想到了一个 能够瞬间把所有电缆都卖出去的 好主意 而且有多少 他就能卖多少 因为里面都是铜 他一拿过去之后 他就是把这个铜啊 可以做肺铜消失 把好不容易加工出来的电缆 剥了橡胶皮当肺铜卖 这真是让人有些无语了 可就是凭着这个搜主意 周某还是得到了一笔不小的不义之菜 就是两百万的电缆 可能他卖给肺铜的 可能就是一百多万就卖掉了 这样子 然后他不是赚到钱了吗 所谓的赚到钱了 赚到钱之后 然后再去骗第二家 然后骗第三家 在周某看来呢 这种品儿走险的所谓办法 就是成功的捷径 也是自己必须要承担的风险 那唯独呢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我能够迅速的积累一部分的资金 把地啊这些东西 把钱凑到一块 把地厂房弄起来 然后再跟银行贷款 把这个钱再还给企业嘛 看来呢 周某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他荒唐的以为 只要能够赚到钱 把钱还回去 就不算是骗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嘛 可殊不知 逾越法律雷池 侥幸获利 这位于隐阵之河 不切实际的野心 已经让周某迷失了自己 于是这样 仅仅三个多月 他铤而走险的 跟五家电缆企业签订了合同 以少量的定金 拿到了价值960多万的电缆 然后全部以费铜的价格 卖了出去 直到2013年6月 有人发现不对劲 报案了 周某这才终于罢手 并且迅速逃亡了菲律宾 如今呢 周某已经被抓捕归外 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 而且不仅如此 就连他的家人也在惩罚他 至今都不愿意跟他见面 这个东西呢 我都比较狠 我和这个心血 把人打都发明 而是来 还要开手 你看 你去看 周某父亲真的很失望 也很伤心 从表面上看吧 他也确实挺狠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么多年了 他就一直在照顾着儿媳和孙子 或许他还是希望等儿子回归的那一天 他还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未来吧 而铁窗之内的周某呢 似乎已经有所觉悟了 他也意识到 只有真正的改过自新 才能对得起家人 也对得起自己 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年轻人有野心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关键是为了这份野心 你将付出什么 如果为了所谓的野心 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最终的结果 只会是害人害己 值得欣慰的是呢 周某似乎已经能够理解到这一点了 希望他也能早日改过自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猎狐2014专项行动 从2014年7月开始到年底 全国国安机关 从69个国家和地区 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 成果非常显著 现在猎狐2015专项行动 也在持续不断的展开 越来越多的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 正在被抓捕归案 而对于那些仍然试图逍遥法外的 不法分子来说 或许就只有八个字能够告诉他们 那就是天里昭昭 八里难堂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